都说人有旦夕祸福,我就被飞来的横祸砸中了,一辆红色的宝马F7先是喝醉了一样,突然由快车道拐向便道,又猛的加速冲向我们,我的屁股遭到猛烈撞击,人在空中打了几个旋,又跌进路边的花坛,脑袋一猛,眼前一黑,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,我失忆了,直到有一天打扫卫生。 在电视柜下发现一个U盘,里面有几乎让我炸裂的发现,在空中做转体运动的时候,听到有女人的惊呼,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,另一个女人声音颤抖却果决,快帮我把她抬上车。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一个声音说,骨头和皮外伤问题不是很大,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,根据我们的检查,她有严重的脑震荡,很可能会失忆。 头晕,头疼得厉害,我很快再次昏睡过去,头上被绷得很不舒服,勉励睁开眼,脑袋,胳膊,腿,哪哪都疼,病房的门被推开,一男一女进来,谁说我失忆了。 我明明认得来人,分别是公司的执行总监宋怀仁,女的是我对桌同事,丝花公怡珍,宋总监给我带来了组织上的关怀,上班路上出车祸,损工商,你踏实养着,奖金绩效什么的,都不会受影响。 公怡珍放下一只果蓝,小护士羡慕的眼神直闪,你们公司领导太好了,哪里像我们这里,主任动不动就扣钱。 让我很是得意,宋总监和公怡珍说了很多关怀,慰问的话后连妹告辞,宋怀仁一手揽在她的腰上,她公怡珍甜蜜地半靠在她的怀里,妈蛋,脑子确实有点不好使。 我居然忘了,他们两个是什么时间官宣恋情的撞我的肇事者来了,是一个知性,优雅,气质不俗的中年女士,近来就是道歉。 小胡先生,真的对不起,当时接了个电话,就把车开跑偏了,又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,医药费我安排过了,这卡里有五万块钱,你先拿着,放心。 不管你是什么情况,我都会负责到底。 宋总已经代表公司表态了,医药费对方结了,我不能再要这些钱,当下推剧,医生说我问题不大了,这钱我不能要。 他很意外,匆匆留下一个电话,实在不好意思,我确实很忙,我姓苏,回头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,我会安排人过来处理。 出院了,独自回家,却看到公仪贞拖着一个大皮箱从楼道里出来,送怀仁营上去,帮着他往车后尾箱里送,两个人笑得很甜,我上前打招呼。 宋总,医药贞,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? 公仪贞好吃惊,尴尬的样子,但我并没有太在意。 我问,你以前也在这里住吗? 他胡乱点头,没说几句话,被宋总揽着上车走了。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,竟然不知道公仪贞也住这栋楼里。 我和公仪贞分别担任两个业务部门的组长,宋怀仁宣布任命时,同时宣布一个决定。 半年之后,我和公仪贞之间将产生一个业务部经理,他将不再垂直管理业务部门,我是公司的销贯。 从入职第三月就是,而且每月蝉联,公仪贞根本没法和我比,业务经理这个位置一定是宋总给我量身打造的。 是为之急者死,我拼命地拜访客户,接连拿下大单,宋总在业务会上对我进行了电闪雷鸣般的表扬。 胡组长这段时间以来的努力和成绩,大家有目共睹,能者多劳。 我们和本市最大的商业公司云鼎集团的业务洽谈一直没有进展,公司决定让胡组长跟进,大家掌声欢迎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胡组长凯旋归来。 是啊,像云鼎集团这样的公司就应该是我来对接。 我电话连联系,电话那边居然居然于千里之外,对不起,暂时没有与贵公司的合作一项。 我登门拜访,前台问,有预约吗? 没有的话,对不起,云鼎那里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,公仪真的业务量步步紧逼,好兄弟彪哥在背后点我,你就是一傻叉。 这火飙乎乎乎的,一定是对我将要到来的晋升,羡慕极度恨了,公司新来了一个叫朱婉婉的实习生,小姑娘漂亮可人,就是性格比较外向。 公仪真说,胡组长那边正在立功云鼎,更需要助力。 看哥们这人缘,简直是无敌。 我教朱婉婉如何了解客户心理,提点她怎样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,但云鼎集团那边,我依然寸功未利,宋总有些不是很开心,云鼎集团是本年度我们的业务重心,麻烦你们再尽些力好不好。 我感觉到了压力,半年之期到了,云鼎集团我还是没能拿下来,但我的总体业绩仍然领先共一帧,所以,业务经理的位置仍然是我的,公司开会,宋怀仁主持。 半年来,胡组长的总体业务表现仍居全公司业务板块的NOE。 我眼光热切,得意的丑彪哥那熊色,单就团队个人平均贡献比来说,公组长那里略胜一筹,啥意思? 年终的团队绩效才挂钩人均贡献,业务经理,岗位任命,凭什么和我的组员扯上关系? 大家眼神交流,无不意味深长,我擦,怎么和我预想的剧本不一样啊,公仪真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,升格为我的上司。 宋总人不错,但他的这个漂亮女朋友着实不怎么样,自打公仪真升职,整个人的气质,气场都变了,经常把我和我带的实习生朱婉婉,训德三孙子一样。 胡组长,有些话本来不想说那么难听的,可你们一个云顶集团,啃了半年多,都没有任何进展,这种业务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位。 还有你小桌,进公司也几个月了吧,跟着你们组长都学了些什么?有没有进步?还要不要转正了? 接下来,宋总甚至委婉地表示,要我有不成功便成人的准备。 我就这样离开这个,我大学毕业后供职了三年,付出了三年的公司吗? 宋总安排我拿下云顶的时候,我是派过胸脯的,这不是折子了吗? 周末,百无聊赖,在家打扫卫生,电视柜下边好脏啊,除了灰尘,居然还有一个优盘,前任租户真够邋遢的,优盘看起来好心的样子。 里边的内容,看得我热血翻涌,几乎要当场炸裂。 云顶集团位于金城大道上的云顶大厦,整个大楼都是他们的,我和朱婉婉已经记不清来了多少次了。 前台小姐姐看到,又是我们两个,脸上的表情很难形容。 胡先生,朱小姐,很不巧,这次又要让你们无功而返了,我们业务部竟离出国了,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回来,这段时间你们就可以不用过来了。 这次我不找业务部,我找你们周倩周总。 我面不改色,老子这次豁出去了,前台小姐姐的嘴巴张德几乎能塞下个乒乓球,意思不言而喻。 就你,还见我们周总,我不走,我手机上存着从云顶集团官网上下载的照片,他们的老总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叫周倩的美女,董事长是她的爸爸周手涛。 我就坐在他们的大堂寺等。 从早上九点十分,等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,前台小姐姐一脸闲增,电话响了,宋怀人打来的,话比以前更加刺恼。 你们还能不能行? 电梯铃声响,我和朱婉婉神经质一样,同时看过去,一行人簇拥着一个中年女人出来,还是失望,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个亮丽身影。 小胡先生,你怎么在这里? 电梯里出来的一行人站住,中间的女人笑吟吟地望着我,竟然是撞了我的苏姐。 她是以其他人自行离开,只带着一个貌似助理的小姑娘走向我,早早伸出手。 苏姐,您在云顶上班。 我问,好像被我的称呼刺激到了,苏姐身边的小助理自眉瞪眼地瞅我,苏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你在这里做什么? 走,相请不如偶遇,给姐个机会,请你吃饭,表达一下姐的愧疚之情。 不由分说,拉上我上了门口那辆吻过我屁股的宝马,It's Chee,说说,来云顶干什么? 我和他们总经理和董事长都认识,说不定能帮你说上话。 我大喜过望,快嘴猪丸丸更是抢在我前面,把我们的目的和接连吃别的遭遇说了一遍,行,回头我帮你递个话。 来,吃下。 苏姐亲自给我包了虾递过来,她身边的美女冲我直皱眉,姐,我伤早好了,自己来就行。 小飞,你送胡先生他们回公司。 范碧,周姐安排司机间助理苏飞,胡先生是咱们这个行业不可多得的人才,以后你们多联系。 小苏美女看我的眼神明显不那么相信,朱婉婉约我吃饭,满肚子的怨言和苦水。 胡老师,你天天这样不憋屈吗? 听说姓公的,算了,不见你伤疤了,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,你不觉得别扭,尴尬吗? 我低头扒饭,我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。 我看见姓公的样子,就来气。 她不愤,多吃饭,少说话。 我说,不知道是不是苏姐那里说上了话,云顶集团传过来一个好消息, 对方将派人来我们公司考察合作事宜。 这次,我要亲自接待云顶集团考察人员。 宋怀仁立拔山西起盖世,好像云顶集团来人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, 约定的日期,以宋怀仁为首的各部门主管, 齐齐整整等候云顶的特使,前台小姑娘通知我, 胡组长,有人找。 来人是苏姐的司机间助理苏菲,找你和晚晚聊聊天, 不欢迎吗? 看我意外的样子,她冲看过来的朱婉婉摇手, 毕竟有一瓣之缘,何况她是苏姐的人, 我请她到小会客室,婉婉端来查饮。 云顶集团的人还没到, 乔剑和苏菲寒暄的我和朱婉婉, 公仪真走了过来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? 这还是不是公司,今天什么日子,心里没数吗? 上班时间接待私人访客, 要是让人家云顶集团的人看到,成什么样子, 你们两个要是闲着没事,去地下室把仓库整理一下。 还有你,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? 上班时间来找他们干什么? 苏菲看着我们两个,悠悠说道, 你们领导好厉害啊,不好意思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宋苏菲出去,看到宋怀仁和公仪真面色难看, 彪哥悄悄告诉,云顶集团的电话来了, 认为双方暂时没有达到合作条件。 宋怀仁,公仪真认为, 我的工作能力还带提高, 宋怀仁宣布,免去胡若云第二业务组,组长的职务, 薪酬,金贴随直级下调。 我的工资降了将近两千,转眼到了年底, 以前每年可以拿到七万的年终奖, 也只有两万多一点。 虽然我个人的业务量仍是全公司第一, 但云顶集团没有拿下, 我好像成了公司的罪人,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辞职, 所有人也都看出来了, 我不辞职公司,也会把我开掉, 公司年会,董事长亲自主持, 宋怀仁坐在他的身边, 而我和朱婉婉坐在最不显眼的位置, 宋洪才一改往年连篇累赌的先回望, 在畅想,好像心事重重, 又好像压抑不住的郁闷和倾诉的欲望, 过去的一年里, 我们的成绩有, 但问题也不少。 宋洪才环视一下, 目光略过众人, 最后落在我的身上, 彪哥等一些关系好的同事, 投过来的是无奈和同情。 宋怀仁, 公仪真则是这能怪谁? 得幸灾乐祸, 我目视前方, 波澜不惊, 朱婉婉嘀嘀咕咕, 呼老师, 你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平衡。 我说, 该走的留不住, 该来的无需找。 朱婉婉立刻没脑子地表示崇拜, 呼老师, 我太佩服你了。 也许有人或多或少地听说了, 我有孩子在咱们公司。 宋红才说, 宋怀仁挺了挺腰杆, 公仪真的目光热切地, 几乎要站在宋怀仁的身上, 一些同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, 可他声性要强, 不希望公司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, 只想从底层一点点做起。 我知道, 他工作中还有很多欠缺, 可是我年纪大了, 经历越来越不济, 所以我不得不公布他的身份, 并委托公司前辈对他拔苗助长。 大家的脸上都有些迷茫, 看向宋怀仁的目光多了探究, 公仪真则是狐疑地和宋怀仁交换眼色, 这老家伙说的, 咋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, 来晚晚到爸爸这边来。 宋红才朝我身边的朱婉婉招手, 朱婉婉冷着脸装没听见, 我推了他一把, 他才拧着梅浆着身子过去, 宋红才起身, 拉过朱婉婉的手, 家里的事情, 咱回家再说, 今天你无论如何, 都得给爸爸这个脸, 爸爸现在知道错了。 朱婉婉掉下泪, 身体放松下来, 我看到宋怀仁屁股下面, 像是扎的钉子,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 公一针更是傻了眼, 还有人, 简真是把公司当成了他的私人领地, 打压同事, 挪用, 贪污公司资金, 生活作风不检点, 我最后一次行使董事长的权力, 坚决对这些害群之马予以清楚。 会后, 好兄弟彪哥八婆一样, 追着我问, 老胡, 你徒弟到底啥来头? 为了讨个说法, 还不惜请我在巷里人家搓了一顿, 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, 宋洪才还是小心肉的时候,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, 对象就是宋怀仁的妈妈, 但结婚不久, 宋怀仁的妈妈, 就嫌弃宋洪才穷, 改嫁了别人, 穷困潦倒的宋洪才, 在建筑工地上卖力气, 认识了在工地做饭的猪婉婉的妈妈, 猪妈妈不嫌她穷, 不顾家里的反对,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, 陪着她白手起家, 打下一片江山, 有钱的男人容易变坏, 猪妈妈毫不拖泥带水, 在猪婉婉七岁, 自己被背叛后选择干净利索地离婚, 女儿晚晚哭求爸爸妈妈不要分开无果, 随妈妈离开之后, 改姓母亲的朱姓, 再也不认宋洪才这个爸爸, 朱怀仁的妈妈深知人往高处走的道理, 就像当年和宋洪才离婚一样, 再次抛弃了现任, 找上宋洪才, 宋洪才接纳了她, 但不是和她结婚, 只是养着她, 朱怀仁的亲生父亲姓李, 为了讨好宋洪才, 宋怀仁改姓了宋, 宋怀仁和她的妈妈一样, 认为宋家的一切都将是她这个儿子的, 她用公司的前养女人, 龚怡真只是其中一个, 给他们买包包, 买贵金属, 送他们去旅游, 宋怀仁机关算件, 却没想到公司的财务是宋洪才的铁杆心腹, 后来就有了婉婉到公司实习这一辙, 据宋婉婉说, 为了请亲女儿到她的公司, 宋洪才甚至给她的妈妈跪下了, 宋洪才知道女儿现在还不堪大用, 但她通过女儿发现了我, 了解了我, 宋怀仁, 据说被老板送到国外读书深造了, 龚怡真知道宋怀仁外面还有N个红颜知己后, 和她大闹, 宋怀仁不胜其烦, 正好借出国远顿, 两个人的关系不了了之, 还有一个大瓜, 是关于我的, 龚怡真竟然是我处了七年, 同居了三年的女朋友。 电视柜下的幽盘里, 有龚怡真和宋怀仁, 赤裸裸真人出镜的画面, 我住院期间, 这两个人不止一次在我的床上颠乱捣缝, 他们无数次地说到我, 宋怀仁, 宝贝姓胡的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, 龚怡真, 医院会诊过了, 说她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, 宋怀仁, 那太好了, 你赶快搬到我那里住吧, 趁着她还在医院, 龚怡真, 我下半辈子可就要靠你了, 宋怀仁, 宝贝, 公司将来都是我的, 我的就是你的, 我的记忆被唤醒, 公司并不禁止办公室恋情, 但我和龚怡真的关系, 基本上没人知道, 我曾问她要不要正大光明地在公司轻轻握我, 她总是开玩笑说, 别, 我还想学摸一个比你更好的呢, 到时候别让人说我喜心厌旧, 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衬, 算上大学四年, 我和龚怡真已经处了整整七年, 除了没有身领红本本, 可以算是老夫老妻了, 灵光砸现, 我后知后觉地骂自己是根木头, 开始, 宋怀仁总是在拜访客户的时候, 带上公衣针, 他回家常给我讲, 宋总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怎样扭叉, 宋总在上家公司任总监时, 业绩如何娇人, 和宋总一起出差他, 对他如何照顾, 简而言之就是, 姓宋的不仅是一个学富武车, 才华过人的海归, 还是一个谦谦君子, 让他景仰, 他还似乎说起, 宋总是董事长宋洪才的儿子, 他不愿公司人尽皆知, 真是够低调的, 再后来, 他却忽然不再提姓宋的一个字了, 偶尔我提起来, 他也是顾左右而言, 他是不是应了那句, 作贼心虚, 还有那次, 宋怀仁安排我临时去省外出差, 赶到机场, 对方又说情况有变, 我们另行约了时间, 考虑到时间太晚, 准备第二天, 再给宋怀仁汇报, 回到小区给龚一珍打电话, 说我回来了, 问他要不要吃也消, 他很慌乱, 几乎是应付着挂掉了电话, 回到家, 屋里很大的烟味, 卫生间的直楼还有烟头, 龚一珍说下水倒堵了, 过来书东管道的工人素质低, 在工作的时候抽烟, 我当时愣没反应过来, 比如管道工人, 怎么可能会抽九五至尊, 而宋怀仁恰好一直抽这个牌子, 还有, 床头柜上有只男士手表, 龚一珍说也是干活的工人拉下的, 他不懂, 那是只劳力士黑水鬼, 而宋怀仁却炫过这款奢侈品, 我他妈就是一个傻缺, 曾经, 我和龚一真是那样的美好, 大四那年疫情蔓延, 他感冒了, 发烧, 流涕, 头疼, 呕吐, 卧床不起, 把整个女素搞得人心惶惶, 没人敢送他去医院, 打120也没车来接, 他给我打电话, 哭的力气都没了, 我疯了一样, 求着宿管阿姨放我上去, 照我多方求助, 找来的中药方买来中药, 见了之后为他服下, 我给他洗衣服打饭, 帮他洗脚按摩, 护送着他上洗手间, 整整七天, 我几乎无眠无休, 受了整整十斤, 经过这件事, 我几乎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神话和佳话, 恢复之后, 他主动拉着我到他开好的宾馆, 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对方, 他说我是他这辈子的唯一, 我家是安南农村的, 家里穷, 弟弟上初中, 妹妹上高中, 都要花钱, 他悄悄地给我充饭卡, 给我买衣服, 算了, 天都亮了, 讲那些梦有什么用, 送怀人的办公室, 现在归我使用, 猪婉婉成了我的助理, 我是婉婉的老师, 婉婉却是我的伯乐, 所谓世卫之极者死, 为了公司的发展, 我竭尽全力, 还有, 哥们又恋爱了, 别闹, 不是婉婉, 我们两个是纯洁的师徒名分, 还记得那个苏菲吗, 就是苏姐的助理兼司机, 不知道他脑子里那根筋大错了, 不嫌我人丑家穷, 哭着喊着要和我交朋友, 加上朱婉婉在我跟前不时地把他一顿夸, 然后我就成功地被他拿下了, 你还别说, 这丫头不光长得漂亮, 人品还端正, 性子呢, 有点像那个姓车的明星, 我问他怎么就看上了我, 他一本正经地说, 冲你在危险的时候舍命救自己的女朋友, 我和龚怡针牵着手上班, 苏姐的车横冲直撞, 电光火石之间, 我不顾一切地把龚怡针推开, 自己却错过了躲开的机会, 我心里美, 脑子却又不好使了, 我的英雄事迹没几个人知道啊, 他是怎么掌握的, 约会的时候, 我当闲话和小苏讲了我的苦恼, 老宋总和小猪助理爷俩几乎是把公司交给了我, 咱怎么这也不能给人家干吐噜了吧, 可公司发展好像又到了瓶颈, 他搂着我的胳膊撒娇, 你求我, 我帮你联系上云鼎集团的负责人, 我眼前一亮, 曾记得苏姐说过他和云鼎集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都能说上话, 当下掏出电话拨号, 苏姐, 我是小胡啊, 请您吃个饭方便吗? 去你家里啊, 行吧, 那我就上门打扰了, 揽住, 看得目瞪口呆的苏美女亲了一口, 走, 去你领导家, 苏美女开着车, 不时扭头撇我, 那眼神怪母怪养的, 对了, 刚才我没求她, 却求了她的领导, 她一定是不高兴了, 我闲下脸哄她开心, 能麻烦外人的, 我从来不麻烦自己人, 她扑斥一声笑了, 却又娇斥, 到家之后别乱说话, 毕竟是到人家里去, 我买了进口水果和一些保健品, 还买了我们家乡的特产羊肉卤, 到地方我要敲门, 苏菲却直接用指纹解了锁, 我轻声责怪她, 领导队你在信任你也不能随便开人家门啊, 她不由分说, 再拉着我进去了, 苏姐正在收拾鱼, 苏菲上去帮忙, 我说, 不用这么麻烦的, 随便吃一点就好了, 苏姐的目光很暖, 暖得跟妈妈一样, 你先在客厅坐着, 她爸和她姐也快回来了, 谁爸, 谁姐, 我有点猛, 苏菲拿眼弯我, 煎炒烹炸, 门流熬顿, 螃蟹, 龙虾什么的, 搞了满满一桌, 我受宠若惊, 这上门求人办事, 怎么好这样麻烦人家, 我自告奋勇地表示, 我来做个羊肉面, 苏菲掐我, 显着你了, 苏姐笑, 让小胡来, 让我也尝尝她的手艺, 开水下面, 浇上羊肉炉子, 面熟出锅, 放入香菜, 点上香油, 苏菲抽着鼻子, 没想到, 你还会做饭呢, 外面门响, 一个男人的声音, 做什么好吃的, 我在门外就闻到香味了, 苏姐拉我出去, 你要见的人来了, 先进来的是位五十多岁的男人, 后面是位身材高挑的美女, 我怎么觉着那样眼熟呢, 苏菲过来介绍, 来, 认识一下, 这是云鼎集团的周首涛董事长, 这位是云鼎集团的总经理周倩小姐, 我傻了, 苏姐这么给力, 一下子, 把云鼎集团最最重要的两个人物, 全都请到家里来了, 我刚要张口叫人, 苏姐轻轻在苏菲头上拍一下, 闹什么闹, 又转头对我, 这是小菲的爸爸, 这是小菲的姐姐, 跟当初被车撞一样, 我脑子又给干断片了, 我是小菲的妈妈, 苏姐又说, 看我傻子一样, 苏菲推我, 愣什么愣, 叫人啊, 苏姐, 不, 苏阿姨一家都是云鼎集团, 的顶流, 她本人是云鼎集团的副总经理, 苏菲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, 苏菲为什么姓苏不姓周, 跟婉婉一样, 随母亲的姓氏, 上赶着和他们交往的官换, 大富之家子弟多了去了, 但他们不差钱, 只希望孩子们, 有一份不掺杂志的纯真感情, 她极力窜夺小女儿苏菲, 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, 和我交往, 苏阿姨撞我的时候, 看我奋不顾身的旧女朋友, 认定我这个人值得托付, 后来又了解到, 我这个人工作也还成, 上次去我们公司的苏菲, 就是考察的, 还没来得及向宋怀仁他们介绍自己, 就被龚怡真给刺挠得呆不住了, 宋怀仁和龚怡真给他留下的印象极差, 他觉得他们功力, 宋怀仁快, 不值得合作, 现在不同了, 我是周家的准女婿, 不管于公还是于私, 都很有合作的可能和价值, 公怡真离职了, 看我在他的离职报告上签了字, 眼泪巴巴装可怜, 这段时间来, 他几次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找我, 他甚至跪下来求我, 说当初自己被鬼迷的心窍, 就像我失忆一样, 现在他清醒了, 期待我们破镜重圆, 他泪流满面的回忆疫情期间, 我对他的付出, 接连抽自己的嘴巴, 不得不说, 他的回忆触动着我心里的柔软, 我的碗碗助理, 给我当头棒喝, 把那个优盘扔给了他, 你走吧, 给你自己留点颜面, 对, 镜子破了就是破了, 拼凑得再完美, 也会留下斑痕的, 有些人就是过客, 从此, 还是相望于江湖吧,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, 哥们结婚了, 彪哥带着一众男同事做伴郎, 晚晚收邀, 做了伴娘团的一员, 老董事长宋洪才, 是我和苏菲的正婚人, 这老家伙喝多了, 我和苏菲敬酒的时候, 他拉着我老丈人反复念叨, 小胡是我看好的, 本来要留给我女儿的, 我老丈人也喝高了, 老宋, 所以你的公司比不上我们云顶啊, 看我们家老苏那眼光, 看上了就下手, 你光看上了有什么用, 你没行动啊, 东方, 小苏提点我, 以后和婉婉保持距离, 我揽上他拨一个, 以后, 我只和你没距离, 他上手拧我, 被我顺手制服, 都别只愣着耳朵往下听了, 该干啥干啥吧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